来老板 你能把车借我用一下吗 借着干嘛呀 我妈给我安排一个相亲对象 不是小刀你飘啊你啊 还相亲对象 不是那你不谈恋还不让我谈了 我妈可说了啊 今年再找不到女朋友就不让我回去了 那这好呀你出公司了 你算了你不借算了 哎呀呀回来 去也行 我陪你一起去 啊等会儿 那上次就让你给我讲慌了 你这次还是别去了吧 小刀不想要工资了是吧 哎呀你老是拿这个说事 先先就去可以 但是你绝对不能乱说话行吗 哎呀放心 你保证 哎呀我发誓 我发誓 你今天做完画得真好看 谢谢 也很帅 今天晚上我想邀请你开店眼行吗 哎呀 这谁呀 我这才姐 姐姐呀 还不敢给明女道杯咖啡去 啊 啊 快去啊 啊 行你这会儿啊 我倒咖啡 哎 哎 哎 老板 别乱说话啊 哎 既然你是她姐 那我就直说了啊 烟台婚房两百平 彩礼八十万一分都不能少 至于婚车嘛 我觉得没可能要大这就不错了 嗯 你说的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弟呢 你一带六个玩你可不能亏待他们呀 什么 骗子 哎 明女你要了咖啡 呸 咱呢 啊 啊 什么情况 不知道啊 啊 啊 你那你小冬又迟到是吧 发款二百啊 发什么款发款 你给我闭嘴 不是我 不是怎么了现在高生生都敢这么说话了是吗 啊 不是我用你说那么年轻吗 小冬 还用我说那么年轻 你你少用你那卡子兰大眼睛看上我啊 我迟到怎么了 哈哈哈 行了不发你钱了啊 就就就退后 你个小蛮人 你以为你不发我款啊 我就会感谢你什么啊 啊 我跟你不可能 不是 我 不是什么不是 站那我原谅啊大长腿 我是不会给你这个美貌与智慧病存的小小女去复了啊 我说不可能的 不是我用你说那么好我想走 不是站站站站那 给 加你五百 好 给我了啊 你确定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但是啊 以后别再让我看你了 否则我看你一次 我爱你一次 我心动一次 听见没有 你记住了啊 老板 你说我一会见你爸的时候我需要注意什么 我就希望啊 一会我喊爸的时候你别答应就行 不是啥呀老板你这啥 行了 你先收拾一下 我上车里咱们去啊 好嘞 走了 走哪去走 不是 经理你这干啥 这什么买菜 我不是 不是来来等会儿 麻婆婆 你自己出去消洒也就算了啊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让我给你干活 我过分 我就过分怎么了你 行我现在就给老板打电话 让老板收拾你 还给老板打电话 你给老板打电话吧 爽大老板的微信我 他一个小不敢加压的 他有什么呀 公司不是我 找黄了知不知道 你 我找黄了 你不是讨论什么的吗 没有老板 我给小东还会活 他吹点肚子他不干 我虽然太过分了 那买分给给你工作 那不是为了锻炼锻炼你 那那要工作的很晚就 就 那个我陪你加班 啊 这么多 对啊 老板要不然你跟叔叔说一声 我今天晚上就不过去吧 我好 行我都跟爸他说好了 那怎么突然间就不去了 不是老板你看 可是这么多 啊 真的啊 那那谢谢老板 那那开始吧 嘿 哎刚才那马经理说 你是一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小姑娘 还说公司 要不是有他早就黄了 什么他是这么说的 马经理 我听说有人说我是头发长见识短的老巫婆 怎么公司没有你 公司早就黄了 是吗 谁啊 谁说这么大意不到的话 老板你告诉他 不收拾他我 行了行了 就是你说的 老板怎么可能是我说的 我对公司那是鞠躬地裁 那是五体投机 那是 行行行行行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这一些文件交给你来做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不是老板这么多我完成不了啊 完成不了是吗 那你知道马经理的职位也别大了 蛤 不是老板 明天早上我要用 你走走走 不是老板 哦对了马经理 从现在开始 小冰是我的男朋友了 你早报到家 蛤 走 哎老板 那个我请个假 不是 其下干啥呀小冬 那个回家给我女朋友洗衣服 哼 不是老板你听得懂 这都什么结果 还给你女朋友洗衣服 你女朋友没有哥们还是没水 还用不洗啊 你 你管哪 小冬我都说过了 洗衣服用洗衣机洗干嘛 用手洗多累啊 不是你昨天晚上又不是没去过我家 我家没有洗衣机啊 你这有意思 你没有洗衣机 你老板干什么 你老板还能给你买个洗衣机啊你 你这水衣不错呀 就按你说的办 给他买个洗衣机 不是老板他不配 他是给他女朋友洗啊 我就是他女朋友 配不配 嗯 一会儿 出去干活 别会熟悉啊 不行 大家把资料准备一下 一会儿开个会啊 不是刘可爱 这都几点了 你还不去接孩子放学 不是干啥 什么 上哪接孩子 幼儿园上哪 能不能严厉别只有工作 当初咱俩怎么发的事啊 说你好好在家相夫教子的 当初 对啊 妈经理你的孩子 什么他的孩子 是咱俩的孩子 老板娘你没事吧 你赶紧给老板去吧 这儿交给我了 行吗快去吧去去吧 不是我 不是什么不是 咱妈今天晚上来咱家 你是不是也忘了 咱妈 对啊 你妈还是我妈呀 那不都是咱妈吗 什么你妈我妈的 你赶紧去吧 这儿交给我了 你给老板给你去行吗 快点 咋了 你交他什么 老板呀 老板 对啊 不是你俩不是死对头吗 你俩不咋的 哎呀 你俩都不工作二十多年了 你忘了孩子出生的时候 认得我当干爹啊 你忘了 二十多年了 是啊快快快走走走走 今年哪一年了 今年 哎呀二零五零年 对啊 啥 哪一年了 二零五零年 对啊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快走吧 二零五零年 那咱生的是闺女孩子呀 双包天 你这妈怎么当的 怎么快走吧 马经理 这个月表现不错的奖励啊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你给我发奖金啊 啊 看 我那是什么呀 啊 这不就电影票吗 你懂什么 老板表达的意图 还不明显吗 不是 老板肯定是觉得我们平时太忙了 没时间陪女朋友 想让我们陪女朋友看看电影 你懂什么 这分明是老板 要给我一起看电影啊 给你 别的电影不你 不是老板 凭什么别人的红包都那么厚 我这就那么薄啊 小冬 这个红包是按照分配的 多劳多得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不是 可是我也没什么干活啊 晚上你一起去吃饭呀 啊 今晚 对啊 啊 不是小龙你怎么在这儿 那个经理 我来给老板请教工作来 请教工作 因为老板该吃 你喂我就行 你赶紧出去吧啊 好好好 我问你等会儿 啊 马经理我让你出去 不是可爱你 喂 哎经理咱俩快出去 不是什么情况 哎呀经理老板正在气头上 咱别惹老板生气了 咱走吧啊 还走啊 那还不是因为你惹老板生气啊 不是 我帮了你 你还怪我 你没看出来吗 刚才老板又答应跟我一起去吃饭了去了 要不是因为你在 他能不好意思吗 不是马经理你死着他心吗 你跟老板不合适 这 我我跟你介绍个女朋友 条件都不比老板长 真的啊 凭你那条件 那脱胎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你说了一道 可惜了我正常带眼票了 哎 你那伙伴是什么呀 我看看 不不不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经理 老板说了 公司不能透露隐私啊 就你那点小心思 难怪你找不到地下 你找不到女朋友 不是不是不是 我看看 老板呢 老板我要策职 不是 不是 马经理你又听不懂吗 我没有我不敢 老板怎么回事 那个 马经理我找了个工作 有约一万呢 还 不不不不 是他自己要找 哎呦反正咱俩工作都是工作嘛 那这重点那是一万块钱啊 那我给你一万五 吃饱全报销 我给你两万五 他说了他说了他说了 他说了 我给你两万五 我还给你洗衣做饭 哎呦这个不错 他说了 我给你四万 我和公司都是你的 呦啊 老板你说真的吗 哎呀 谢谢老板 不是 你干什么你啊 你你还当真的老板随便说说 你还听上了你 我也是 你你怎么对老板呢你啊 我 不是 谁叫随便说说 跟小刀 我的车我的房 我的钱都是你 哎 你去老婆 你出去 我说他陪他就陪 滚 谁不愿 去面对 burden 好 带 struggl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